还有比韩红更傻的明星吗? 去年淡出公众事业很久的韩红 接受采访的时候说 我能捐的都捐了 快倾家荡产了 然后我希望我能赚点钱 把他们这些钱都积攒起来 因为这些年我一直在捐款 快捐空了 这一次第一个冲到河南灾区前线的明星 依旧是韩红 她带着韩红爱心明星志愿者团队 共同捐赠了三千万盒饮用水 食品等物资 韩红和河南洛阳籍艺人王一博 医疗专家 志愿者 车手志愿者在内的二十余人奔赴最前线 可不管韩红说什么 做什么 还是会有人骂她哭穷 炒作 韩红到底做错了什么 怎么就沦落到了这个地步 这一切还得从她凄惨的童年说起 1971年 韩红出生在西藏自治区昌都市的一个艺术之家 韩红的母亲雍熙 是藏族歌唱家 因创作和演唱北京的金山上而让人熟知 韩红的父亲生前 是成都军区战旗歌舞团的相声演员 父亲在韩红六岁那年不幸去世 父亲去世后 母亲因为繁忙地演出工作 常常无法顾及她 九岁那年母亲改嫁 韩红被母亲送到了北京 开始与奶奶 叔叔相依为命 韩红来到奶奶家 第一件事就是拿起扫把扫地 韩红对奶奶说 奶奶 我能干活 不喜欢吃肉 奶奶看着懂事的韩红心疼不已 于是把无微不至的爱全部给了她 奶奶靠推着木制的雪糕车 到学校门口卖冰棍养活韩红 饱尝人情冷暖 上学时 她总被同学嘲笑是孤儿 而敏感的她 回击的唯一方式竟是打架 可奶奶告诫她 做人要心怀善念 韩红看着奶奶 一年年被生活压弯的背影 伴着奶奶无微不至的关爱 终于在音乐里找到了抚慰 她坚信音乐就是她的未来 可她刚参加比赛时 却总是因为形象不佳屡遭淘汰 但这并没有阻挡她逐梦的脚步 哪怕到处碰壁 她也还是要放手一搏 有一天 奶奶拿出了靠卖冰棍 和胡纸盒攒下的所有钱 对韩红说 奶奶知道你爱唱歌 这些钱你拿去用 奶奶也只能帮你这么多了 韩红勤着感动的泪水 拿着这些钱 出版了第一张专辑《雪域光芒》 也许是祖孙俩的努力感动了上苍 韩红终于迎来了人生的曙光 她的歌声传遍了大江南北 可让韩红没有想到的是 2005年 奶奶因病离世 子余养儿亲不待 韩红没想到奶奶竟会走得那么快 恍然之间 那种童年就被世界抛弃的感觉 竟在此席卷而来 韩红的精神世界坍塌 没有家 没有根 没有爱了 韩红患上了抑郁症 她把自己关在家里三年 陷入了无尽的黑暗 直到有一天 她想起了奶奶临终前说过的那句话 大红啊 奶奶就算不在了 你也别忘了行善事啊 她想明白了 既然没人爱我了 那我就去爱别人吧 从此她的人生只有两个字 慈善 而她帮助的群体就是老人和孩子 老人代表奶奶 孩子代表她自己 1999年10月 贵州一对年轻夫妇乘坐的缆车不幸坠毁 他们用双手托起了自己两岁多的儿子 小男孩奇迹般地活了下来 而他们自己却失去了生命 韩红得知此事之后 领养了这个孩子 给他起名韩后后 希望他福寿绵长 还创作了那首 曾把国人感动到撕心裂肺的歌曲《天亮》了 我想要紧紧抓住她的手 漫漫都是我希望会为佣 看到太阳出来 天亮了 我看到漫漫漫漫就这么走远 不想我在这陌生的人世间 我愿为她建造一个美丽的花园 韩红对小孩 对老人是无条件的好 这些年她救人无数 韩红在疫诊现场 看到患病却被家人抛弃的小女孩 她决定把电话号码留给她 不惜一切代价都要救治她 这个女孩罹患了 骨髓异常 增生综合症 经过诊断痊愈的可能性 微乎其微 爸妈为了用旗带血救她 又生了一个妹妹 但却配型失败 韩红看到这一切不忍心放弃 决定把她带回北京治疗 一致就是两年 花费上百万 经过手术 康复 病危 抢救 在康复 小女孩硬生生地 被从死神手里抢了回来 奇迹般地康复了 韩红用行动 诠释了什么事不抛弃 不放弃 像这种例子 还有很多很多 从百人园葬公益行动开始 韩红爱心团队 走遍了西部的内蒙古 新疆 青海 贵州 甘肃 宁夏 陕西的边远地区 提供医疗 医疹 免费白内障手术 捐建复明中心 急救设备 为基层医生 培训和教育援助 团队也从最初的20多人 发展到了500多人 甚至更多 有人说 这是史上最大规模的 流动三甲医院 2012年5月9日 注册成立了 韩红爱心慈善基金会 韩红自己成立基金会 就是要把物资 第一时间送到灾民手里 他才放心 每一包方便面 都会公示详细地去处 在全国5000多家慈善基金会当中 韩红基金会透明度 位居第一 去年武汉封城的第三天 韩红援助的第一批物资 就已经抵达武汉 他还号召了 至少半个娱乐圈的明星 加入到他的队伍 可当他把每一笔钱 每一笔物资 都公示在微博上的时候 竟还有人怀疑 他的资助不透明 这些年 韩红与歌手的符号 渐渐疏离 却与公益的联系 越来越紧密 2000年至今 每一次有灾难的时候 韩红就冲锋在前 2008年汶川地震 韩红自己捐款300多万元 还为灾区募集大量的救灾物资 带领五人团队 在重灾区五进五出 募集300万善款重建学校 从州区到玉树 到亚安 到武汉 再到如今的河南 每次灾难来临 韩红一定也会第一时间出现 他虽是一人 但在公益面前 却总是因为资金短缺 倍感无力 多少次 他为了募集捐款 和物资低声下气地 向公众求助 多少次 他因为大家的善良资助 而感动落泪 甚至不惜当场下跪感谢 因为他的愿望很简单 只要能帮到别人 他个人的荣卢不值一提 可他的大爱 换来的竟是难缠的骂声和误解 总有人质疑他 热衷公益 不过是作秀 甚至还有人污蔑他 你不结婚生子 就是因为有病 可事实上 他已经领养了280多个孩子 早就是一位伟大的母亲 但韩红在乎这些话吗 他不在乎 你骂你的 我做我的公益 十多年来 他个人累计捐款4000万 加上筹集来的总捐款超过10亿 他捐光了口袋 却依然乐此不疲 继续出发 他也许不是娱乐圈里 最耀眼的明星 但绝对是最温暖的那一个 韩红傻 执拗 决绝 他落魄至此 虽然家喻户晓 却一贫如洗 但那又如何 他早已通过慈善 收获了内心的富足与平静 而这正是他活着的意义 虽然这样 还是有人会说 韩红就是在作秀 都是演的 如果真是这样 那我希望这样的作秀的人 能多一些 能数十年如一日的作秀 能作秀一辈子 一如多年前的那个小女孩 举举独行 但脚步坚定 道德经理讲 天道无亲 长语善人 韩红的善良 有目共睹 他比那些流量明星 更值得上热搜 他才是我们最应该追的明星